下面呢还是一条渣土车惹祸的新闻 在昨天夜里南京雨花经济开发区一家混凝土公司向城市频道的新闻热线求众 说他们的厂门呢被偷到了渣土给堵死了 继续进场门道 观众朋友我现在就是在雨花经济开发区的三红路附近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生活的堆满了渣土大概足有七八车之多 而这堆渣土呢正好位于南京一家混凝土公司的这样一个厂门口 现在该公司的所有的运输车辆呢都被堵在这个路口处进退不得 而车内呢还有没有运送出去的商品混凝土 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从厂门口被偷到了渣土后 一车货都没发出去 不仅耽误了工地工程进度 给公司也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这个混凝土在这个车子里面实际上它会干掉的 影响这个像地铁之类的 然后市政工程的这个限制之类的 记者注意到被倾倒渣土的这条路是一条断头路 而路的尽头是一个大土堆 影哗记者称当时现场一共来了至少八辆渣土车 将渣土倒下就跑了 由于路边没有灯光 因此也没人记下车牌号 大概十分钟左右吧 然后车子就倒了 车子这个渣土就进来倒了 到了我们当时也没看到车子 什么什么也没看到 该厂负责人表示 混凝土的运输时间只有四个小时 一旦超出这一时限 搅拌车内的混凝土就会凝固 在联系渣土办两个小时后 仍然没有人来处理 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调来一辆铲车 将门口的渣土暂时清出一条道路来 但如何处理这堆渣土 仍然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 记得注意到 这一带正是南京交巡警支队 第八大队小航中队所在的位置 偷盗渣土者可以说 胆大妄为到了极点 市民们希望警方能够出重拳 打击偷盗渣土者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